最近我弄明白了几个问题,是关于声音方面的 第一,买车的时候多花了4000块钱,把车升级成14个喇叭的哈曼卡顿 它和2000多块钱的2.0的坚听音箱,外加一个1000块钱的外置解码器,区别大不大 第二,400块钱的漫步者M24和2000多块钱的香蕉猴基本舞都是坚听音箱,价格差5倍,听感差几倍 第三,300块钱左右的蓝牙耳机和700块钱左右的降噪Hi-Fi耳机区别大不大 第四,QQ音乐的免费版和付费版区别大不大 那么QQ音乐的付费版和Apple Music的高解析无损区别大不大 第六,蓝牙5.1和5.3玩游戏的理论延时,一个是38毫秒,一个是20毫秒,玩起来区别大不大 第七,还是蓝牙的,安卓的LDAC,苹果的AAC,还有普通的SBC,它们区别在哪,区别大不大 第八,电脑主板集成声卡的3.5毫米接口,还有外置声卡的RC莲花接口,甚至TRS平衡接口,听起来声音区别大不大 第九,700块钱的4颗PCM1794芯片和1000块钱的两颗AK4493S芯片,这两种外置独立的解码器区别大不大 第十,以DIY组成的伟良音响做的解码器和双目三菱这种品牌做的解码器,有什么区别 以上这些问题在我近期的视频中都会给大家奉上 为什么研究这个呢?我举两个例子,我们在用PS5玩游戏的时候 如果你用显示器或者电视自带的音响,太亏了 我们听同一首歌,好的音源加上好的外放设备,听感会提升不少 基于这两个原因,我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弄明白一下 到底折腾一下和不折腾有多大区别,这个只有折腾了才能知道 好,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,给各位参考